《完美伴侣》是由张鲁一、王耀庆、高媛媛、王哲等人主演家庭情感电视剧 开播以来,该剧凭借对当代家庭矛盾、女性职场工作艰辛的优质刻画 在网络平台和地方卫视都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 此前受到孙磊实验室爆炸事件的影响 陈山和孙磊的感情出现了不小的危机 孙磊一直以来都为人老实、性格偏软 对于别人的请求大都会选择伸出援助之手 就像是吴敏 孙磊明知道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帮助吴敏 会导致妻子陈山吃醋 吴敏的丈夫林庆坤误会 但是他却每次都管不住自己 同样的在实验室爆炸这件事情上 尽管责任不完全在他 他也打算自己认栽 凭从公司的安排进行赔偿 而陈山自然是不会愿意吃哑巴亏的 最后他出面的结果就是孙磊的工作没了 陈山在没有通知孙磊的情况下 就替他辞掉了工作 这导致他们两人的关系陷入了冰点 好在陈山和孙磊都是那种会主动和另一半交心的人 在彼此沟通后误会得以解除 陈山开始安心在家养胎 孙磊这边也找到了一个工资非常优渥的医药公司上班 然而好景不长 孙磊因为无法适应新公司高强度的工作 总是心心念念着家里的那些事情 最终导致丢了工作 并且后续他还联合父母想要瞒着陈山 在被发现之后 陈山大发雷霆 两人的婚姻也因此要走到了终点 陈山选择离婚的这个决定 真的彻底拆穿了孙磊的虚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孙磊的确是为人忠厚老实 顾家有爱心还热心肠 但是他却一直都没有想清楚自己的未来 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工作定位 在之前的剧情中 借由陈山之口曾不止一次听到 孙磊是想要在医药领域拥有大成就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陈山一直对孙磊抱有很大的期待 甚至不惜甘愿放下自己所有的工作 退居家庭 好让孙磊安心工作 实现理想 然而实际呢 孙磊他多年以来都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家庭上 放在陪伴女儿上 他对于工作的热情已经变得少得可怜了 那些所谓的想要努力 在医药领域有所成就只是说说而已 陈山之所以在得知孙磊被公司辞退后 会那样的生气 甚至决定离婚 孙磊丢了高薪工作 只是小部分原因 更重要的在于他发现了孙磊的虚伪 他对于孙磊的那些期待全部都落空了 换言之 他对于孙磊已经完完全全地失望了 在很多人的眼中 孙磊是一个踏实 善良 值得信任和依赖的丈夫 然而决定离婚的陈山 这一次算是彻底撕开了孙磊虚伪的遮羞布 此前遇到了问题 孙磊和陈山两人会选择主动交流 把矛盾化解开 然而这个沟通的大前提是他们对于彼此一定要有信任 而很显然 这一次孙磊的行为已经让他失去了信任 孙磊和陈山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也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 毕竟他们都没有触碰到原则问题 在经历过这一次的风波之后 孙磊肯定相比较于之前会有很多的进步 如果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真的去追求自己曾经的理想 相信陈山是一定会回来的